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同学们大家好 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一章的第四讲 也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讲 那么这一讲的内容除了接着上一讲的计算性能评价我们的讲解以外 我们重点还要讲计算机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挑战 那么这一讲内容我们阅读章节就是英文书第一章的四到八讲 中文书第一章的四五讲 那么对于性能评价除了我们的性能评价以外 我们还要讲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计算机除了性能以外 现在面临的功耗问题 所以我们讲一下计算的功耗是怎么计算的 然后再讲计算机的目前的技术的发展 以及给我们这个技术的发展 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呢是指的是 讲的是我们编译器 对于特定的一个硬件机器 特定的程序 那么编译的好坏决定了我的这个程序的性能的执行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机器 它的话呢对它有三类指令 A B C三类指令 每一类指令它的CPR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A内指令CPR是1 B内指令CPR是2 C内指令CPR是3 而我一个编译器 对一个特定的高级语言编的程序 它可以翻译成两种代码的一种序列 那么第一个序列的话呢 那么它翻译出来的话用了A内指令用了两条 B内指令用了一条 C内指令用了两条 而它翻译另外一个代码序列 你把高级语言翻译这个指令序列的话呢 翻译成的话呢 它A内指令用了四条 B内指令用了一条 C内指令用了一条 那么下面就问 问什么呢 就是说我这两个代码序列 序列一序列二 那么到底哪一个块 那么它的CPR的话呢 它的CPR的每一个序列的CPR到底是多少 平均的CPR到底是多少 因为它只是给了每一类 这个程序的综合的CPR到底是多少 我们算一下 那么应该从这个理智条那边看出 训练一它的指令是五条 二加一加二 训练二的指令是六条 四加一加六 那么从直观来看 我感觉训练一是不是坏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训练一只能用了五条指令 训练二用了六条指令 但是真是这样吗 那么下面我们算一下看一下 那么从训练一来看 那么我们的话按照前面的故事 可以把这个看出 那么训练一它所执行的时间 所下的时钟周期是多少呢 就是二 那我们像AV指令CPR是一 二乘一加上多少 一乘上二 加上二乘上三 那么算数是多少 训练一它CPU执行的话 它需要花十个可劳的时间 而训练二呢 训练二来说 那么它的话呢 它需要多少呢 就是四 加上一 四乘一 加上一乘一二 加上一乘一三 那么需要多少 需要九个可劳的时间 所以从这个的话 我们看出了什么结论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应该说从执行时间来看的话呢 那么训练二 比训练一的话呢 要跨 虽然它的指令条数 训练二多 训练一少 那么从综合的 这个程序的CPR来看 那么我们看到 训练一的话 CPR是多少呢 这个程序的综合CPR是 它总共是花了十个CLOCK 它有几条指令呢 五条指令 所以它的综合CPR是2 而虚拟二的话呢 CPR是多少呢 是1.5 1.5 这样的话 得出个结论 虽然虚拟二的指令条数多 但它速度快 需要九个可劳 但是从CPR来看 因为往往有的时候 这个计算性呢 也不需要按CPR来衡量 如果从CPR来衡量的话呢 那么感觉到 应该是 虚拟二的话 也要比虚拟一要快 是的 虚拟二的综合 这个程序的CPR是1.5 而虚拟二的话呢 综合的程序的CPR是2 那么 往往 除了这个 讲的CPO执行时间 讲了CPI的衡量性能以外 我们经常讲 产品的宣证指标 经常我们讲 千万一次 什么多少一次的话 宣证指标 那么有两种方式 一个叫MIPS 所谓MIPS指的是 它是一种代替执行时间的一个度量滑 度量滑 度量的指标 指的是每秒钟百万条指令的调度 这个是 这个计算机执行指令的快慢 来衡量这台计算机的性能好坏 性能好坏 所以说 因为每条指令执行时间是不同的 所以MIPS是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 那么MIPS能不能说明这个计算的性能好坏呢 应该说是 能 但是不是绝对的 只能说部分的反应给计算的性能 为什么能 而不是绝对的完全呢 那么应该 原因有这么几个 一个不同机器的指令 其实是不同的 第二个原因 程序 是由不同的指令 混合而成的 第三个 每一种指令 每一类型的指令 使用的频度 是在动态变化 是吧 所以你不可能完全是用 这台机器的指令的 每秒钟指令的多少 来含量这个计算机的性能的好坏 是吧 而且尤其是峰值的MIPS 它是不实用的 峰值的MIPS 不实用的 所以说 用MIPS数来表示性能是有平坏性的 后面有个例子来讲 这个MIPS数来含量的性能 就不可靠了 另外一个 产品的宣传指标 往往使用什么 每秒钟 运算多少个百万次 五点运算结果 来衡量这个性能的好坏 这是衡量的 是运算的性能 运算的性能 那么同样 这个FLOPS 这样的一个衡量 应该有机器相关性很大 取决运算器的性能的好坏 但是大家知道 你运算器的实行的时间 仅仅是程序的一部分 而不是大部分的时间 所以说 你用MIPS来衡量这个性能的好坏 也是有局限性的 也是有局限性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IPS数是不可靠的 这个MIPS 说同样对于 上列的话 这个固定的特定的机器 它的CPI CPI刚刚讲的 A线指的CPI是1 B线指的CPI是2 C线指的CPI是3 那么同样对于这样的机器 特定的CPI确定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同样有两个编译器 对同样的程序来说 假设两个编译器 那么一个编译器 那么它的话呢 编译翻译 高级语言翻译出了指令的 就机器语言的话呢 它的话呢 翻译出来 就是我A内指的用了5条 B内指的用了1条 C内指的用了1条 同样另外一个编译器 对于这个同样的程序 它翻译过来以后 造成什么呢 翻译出来 我这个A内指的用了10条 B内指的用了1条 C内指的用1条 同样的机器 都是这个机器的话呢 主频都是4G核子的 那么就问 这两个同样的机器 4G核子的机器 我用的编译器不同 那么我的程序 执行性能到底随快呢 随快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们套公式 我们就不讲公式 你们同学们可以自己回去算 我们看个结论 从这个来看 编译器1的执行时间是2.5秒 编译器2执行时间 从C对执行时间来看 是37秒 从执行时间来看 是谁快呢 是这个编译器1 它编译器的执行时间快 如果从MIPS来看 MIPS来看的话呢 就是每秒钟执行的百万条指定的条路来看的话呢 那么MIPS1的话呢 编译器1它的MIPS是2800 MIPS2的话3200 所以说的话应该说3200 就从MIPS来看 编译器2产生的代码的执行的话 我们应该说它是MIPS最高 性能应该最好 而从执行时间来看的话呢 又是编译器1产生的代码的执行速度最快 所以这样的话呢 来自编译器2产生代码的MIPS高 而来自编译器1产生的代码的执行时间快 那你怎么来衡量 没法衡量是吧 它是因为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性能的评价 造成了我这个机器 到底采生的 比如说你买编译器 你要买编译器 你拿来以后评估一下 我到底是买编译器1还是买编译器2 是吧 那么评估完了 相反 这个矛盾的结论 那么我买编译器的人就尴尬了 我到底是买编译器1还是买编译器2 那么就看得很明显的标准了 所以说我们提问的 如果那么同样 我们测量一个机器上的性能好化的话 我们经常的做法是 用一种基准测试程序 在不同机器上来测 测的话测出它的预定时间 来评价这个机器的好化 但是我们就在评论里 如果用一组基准测试程序 在不同机器上测出的预定时间 如果采出了矛盾 那怎么样来综续评价它的机器性能呢 比如说这个例子 说程序1 假如程序1 在机器A上跑了1秒 机器B上跑了10秒 另外一个程序 在机器A上跑了1000秒 在机器B上跑了100秒 那你就说能得什么结论吗 那么我们应该说 从程序1来说 我认为A机器比B机器快了10倍 但是从B机器来说 从程序2来说 我B机器又比A机器快了10倍 因为我完全可以根据这个 这个设计的硬件的机器 我专门编这个程序 我可以编很高小 因为我知道它的硬件的特性的话 体质的特性 我可以编出非常高小的程序 这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买机器 你两个程序跑了以后 你买哪台机器 你是买A机器还是买B机器 你又不知道了 是吧 因为从程序1来说 你跑完了以后 程序1看 我对A机器快到10倍了 程序1跑完了以后 你要知道 那个B机器又快到10倍了 你到底要买A还是买B 是吧 对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无法比较 这个A机器B机器好坏 那怎么办呢 我就需要用一个综合的值来表示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是什么 我就把C码加起来 是吧 我求总的 不管你进去多少程序 程序1程序2程序 我把所有的这个机器上的 在A机器跑到这个程序的 执行时间把它加起来 在B机器上的执行时间加起来 总和 总和完了以后 那么应该说 加完了以后 你看 A机器 那么我执行A盒 程序1和程序2 加起来是10000秒 那么B机器的话 加起来是多少呢 就是110秒 那么这样算出来以后的话 B机器要比A机器快 快就远一倍 是吧 对综合来看 总的执行时间来衡量这个机器的好坏 当然了 实际上还需要考虑每个程序 在作业中的使用频度 到底是多少 也就是说加权频率 加权频率 这个指的是我们的性能 计算机性能的比较和综合比较 那么下面还有个问题 假设我计算机某一个方面性能改进了 我整个系统的性能能不能成比率提高呢 那么下面我们看个例子 看能不能成比率提高 给它一个回答 假设某一个程序 在某个计算机上运行所需要的时间 假设是100秒 这100秒里面其中有80秒 我说是做惩罚操作 做惩罚之类的 如果希望使得这个程序的速度 提高到原来的5倍的话 那么原来100秒提高5倍 因为现在的程序执行时间是多少 20秒 对吧 20秒 那么就问 乘法固定的速度 应该是原来的多少倍 使得你这个程序的 整个程序的执行速度 能够从100秒减到20秒呢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其中不是80秒做惩罚 假设是90秒用来做惩罚操作的话 结果又如何呢 那么为了要解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注意 有一个定理 M号的定理 M号的定理 它指的是 M号的定理指的是 因为我的系统的性能提高到原来的5倍 所以新的执行时间应该是多少 20秒 20秒 那么我这个就是改进后执行时间是20秒 等于多少呢 等于受影响部分的执行时间是多少 乘法是80秒 比上多少呢 假设我的改进部分它就要算吗 希望 如果改进提高到原来的5倍的话 成好的速度应该是原来多少倍 假设改进部分的性能提高 假设是N倍的话 那么加上多少 加上未受改进部分的执行时间是多少 100-80秒 20秒 好 你这样得完了以后 最后就是什么 0 就没办法提高了 是吧 所以这个说明什么 这个公式说明 惩罚如果只占总计算量的80%的话 无论你惩罚做何改进 你想改进 无论做何改进 系统的性能都不可能提高到原来的5倍 是吧 做公式的可以看出吧 不可能提高 因为都为0了怎么可能提高呢 那么这是一个结论 如果的惩罚 它的执行时间 如果原来是80% 现在计算是80% 现在计算90秒的话 总计算的90%的话 会怎么样呢 那么同样 因为提高5倍的话 是20 等于多少 90 这个总计算量 改进部分是90 除上改是N倍 加上100-90的10秒 那么这个算算是多少 就N等于9 所以说 如果你其中90%都能做乘法操作的话 那么乘法分析的速度 是原来的9倍的情况下 那我这个程序的执行的速度